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范 现在我来我外公家 上次拍了一期视频就是那个腊肉 很多网友朋友想买 今天过来看一下 我外公家养了好多鸡 看一下,就是这里 看,这是猪脚 唯一的一根猪脚 然后后面是 这个腊肉 然后这边看 这次应该看得清楚吧 上次朋友们都说没看清楚 这边 这边也是 你现在叫我外公帮一下忙 赶紧你跟这个 做块瘸子 跟这猪脚先取出钱 叫我外公把这个猪脚拿出去 我们先把这个猪脚拿个东西 拿个篮子 不敢吃 不敢吃 好,再安安静 要准备的吗? 好吃吗? 看这个是我们刚刚选的比较瘦一点的 这是比较偏瘦的 这是400斤的黑猪 看这个肉 口口都是油 看起来 全都是肥肥的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撑 这一块 我们先就等一下消息 就等这个消息了 有网友朋友会回复的 好了消息已经来了 好了看这一块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去联系网友朋友的 下一块看 这块他们不要 都嫌太大了 这块有8斤 基本上没朋友要的 我们先放旁边去 这一块的话有5斤多 这一块 这一块 看一下 再清这一块吧 放进去 看这个 也放进去 看这个 这是我外公家唯一的一根 那猪脚 黑猪的 那个400斤的 那个黑猪的猪脚 我们称下有多重 7.35斤 哇 7斤多 刚刚为了 那几个之前说要猪脚的朋友 我跟他说有7斤多 他们都嫌太大的 这个的话 我们暂时买下来吧 好吧 好了朋友们 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卖出去的 看一下 帮我外公卖出去 多少斤是吧 还这个 这个暂时没人家 我还是先买下来吧 这个 一共是26斤了 暂时只能帮我外公卖出去26斤了 后面 没说了 也可以私信一下小蛋 这几块 这几块腊肉比较肥 网友朋友都不要了 我刚发微信给他们了 黑猪肉的不肥 黑猪肉的肯定肥肥 这是我们刚刚卖出去的腊肉 等一下就去发货了 然后还有很多肥的 还有没有卖出去的 如果对这个肥腊肉感兴趣 大家可以私信一下主播啊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支持